大家好 我們商台互動編輯部收到這部由Samsung寄來的 Samsung Galaxy S3的新手機 其實大家在外面都會看到這部S3的白色手機 而我手上這部就是最新推出的藍色手機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上面Samsung出的S2已經可以超越到iPhone 4 究竟這部S3可不可以再進一步呢? 我們稍後會跟iPhone 4S去比拼一下 現在先看看這部S3的螢幕 其實它用了4.8吋1080x720的Super AMO HD螢幕 它的色彩都會比較漂亮 而且摸上手這部S3的重量都比較輕 只有133克 都算是比較輕身的手機 而上面這裡大家會看到一個比較難看的告示燈 還有一個感應器 光源感應器 還有一個190萬像素的前置鏡頭 而下面呢 大家會看到一個隱藏了的損項鍵 還有一個返回鍵 還有一個實體的Home鍵 這個就是大家都以為這部S3沒有一個實體鍵 但其實依然保持有的 而側面呢 側面呢就比較簡約 只有一個開關鍵 而另一邊呢 都是只有一個較音量的大小聲的鍵 就沒有了一個影相鍵 而後面呢 後面呢就有一個閃光燈 一個800萬像素的鏡頭 還有一個喇叭 也都不少低一個Samsung的Logo 而上面呢 上面呢就有一個3.5mm的耳筒插口 還有其實有一個很小很小的接收位 而這一部S3呢 也都支援到64GBMicroSDXC的記憶卡 還有它是插MicroSIM卡的 那大家都知道 Samsung Galaxy S2 和Galaxy Note 都是用一個方形設計的 而這一部S3呢 就是用弧形的設計 那究竟好不好看就見人見知了 那但是呢 我自己覺得呢 就是拿上手 無論是質感 手感 和顏色 都比想像中好 那現在呢 就再講一下 裡面的新功能了 那其實我就比較喜歡它的解鎖 因為呢 按下去呢 除了有些水滴聲之外呢 還有些煉耳效果 挺有趣的 那解鎖也都很容易 輕輕一掃就可以了 那現在呢 再看看它的介面了 那感覺上呢 就跟之前S2 或者是Galaxy Note 都沒有什麼大分別 都是一樣的 那而 但是那個顏色上面呢 我又覺得螢幕顏色呢 就比S2 或者Galaxy Note 是比較漂亮的 就是感覺上 沒有那麼 嘩 還有是自然一點的 那而 可能因為它用了核心處理器 那感覺上呢 你掃一掃 都會發覺 都比較純會疾機的 那現在呢 再看看究竟它在用什麼 Android版本 那這裡看到了 那其實它用了Android 4.04的版本 就是最新的版本 還有呢 這部S3也都預載了 有16GB的記憶體 那現在可用的記憶體 就11GB左右 那其實 例如你聽歌 或者看片 其實都很足夠 不用說要特地 額外再插SD卡 那它另一個功能 就叫做Direct Call 那中文名字 就叫做 體感撥號 那其實這個Direct Call 的實際上功能 就是我們平時想 例如我們想 發訊息給對方 那我就 做個例子 就發給自己 先 那例如我們平時 發訊息 即是發訊息太多次了 不想再發訊息 不如就索性 打電話給對方 好過了 那應該怎麼做好呢 很簡單的 就只要把手機 放在貼近耳邊 很快 它已經幫你打電話給對方 現在再試上它的相機功能 Galaxy S3 它就標榜著 可以連環快拍到20張 那其實setting 都很簡單 那只要在這裏 按這個拍攝模式 在單張那裏 轉做連環快拍 那就可以了 那我們這次 就找來坐這個 雙台互動編輯部的美女 和我們做一個實驗的 準備 1 2 3 好 那就已經拍完20張了 那現在我們就和大家測試一下 Galaxy S3 和iPhone 4s的相片質素 那這一張就是Galaxy S3的相片 那大家都會見到 顏色就比較鮮艷一些 和比較鮮艷一些 那但是呢 看真點 它相片的顏色是有點偏藍 和比較偏向冷調的 那而這一張就是iPhone 4s的相片 那大家都會看到 它的相片顏色就沒有那麼鮮艷 亦都好像比較灰灰的 那但是其實呢 和實際上和環境的色調是最準的 那總括來說 如果你是比較追求 來自多一點的攝影功能的話 那Galaxy S3就比較適合你了 那因為呢 它有來自快拍 有一笑即拍 甚至是你去連環拍攝的時候 亦都可以幫你選到一張最好的相片 但是如果你是比較追求 拍照質素好一點的話 那iPhone 4s就會適合你了 那Galaxy S3都有一個功能 叫做S Voice 那跟iPhone 4s的Siri都很相似 那現在呢 我們就一起試一下 這兩個語音的功能呢 有多準確 How's the weather in Hong Kong? Here is the weather for Quantum Carbolin City Search YouTube.com Going to Yardyuu.com 總括來說 這部Samsung Galaxy S3的新增功能都不少 那如果是單是以它的硬件功能來講 那其實都是預料之中的 例如4核心處理器 或者它有一個4.8吋的大螢幕 但是它這次就以一個更加人性化 和比較方便使用者 更加多的軟件功能 是做賣點 那這也是值得一讚的 那其實都不知道之後 例如傳聞的iPhone 5 可不可以打到這部Samsung Galaxy S3 但是至少呢 這部Samsung Galaxy S3